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鹰派的言论出现 那我说过了 现在开始 你只要听到大家在讨论 什么鹰不鹰派 升习吉马 通膨维持高档 这些你都不用再把它视为 真正的利空了 因为这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同样的一件事情 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发生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顿话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好像看似利空的消息 在这个礼拜 在市场上抛出来 其实原因就在于 股市这一波的一个走势 它是有节奏的 在大家最不敢买进的时候 从美股到台股 从华尔街到我们迪化街 都有大户在进场 捞底 底部进场的人 买的安全 买的多 买的便宜 上来之后赚了钱 但他知道呢 现在市场的人气 在一时半刻之内 没有办法回到 像去年底那种状况 盛况 所以呢 这个行情它不会是呢 像火箭式的一路攻到底 而是会迂回曲折 来来回回 但是这个低点 一定是会垫高的 所以呢 大户先买 那涨多它会调节 那调节之后呢 它就要再找 下一次的买点 要靠什么呢 靠利空消息 因为大户很清楚 利空即便是放到现在 对于很多散户来讲 还是很有效的 打压股价的策略 所以就会丢利空 然后把股价压下去 压下去又接回来 接回来又多赚一趟价差 所以所有的全球投资人都知道 这一波联准会 最激烈的鹰派 就已经是成为过去式了 那未来其实好消息会慢慢的变多 坏消息会慢慢的变少 那进场的人一定也会逐渐的增加 那这就像是呢 一场特卖会 告诉你九点整开放入场 有的人一早就守在门外 那陆续开始排队 等到呢营业时间一到 门打开之后 大家开始往前冲 越早进场的人 你的选择越多 整个特卖会里面 所有的形形色色的商品 各种价位 随你选包山包海 但是你越晚进场的人 到后面 好的东西被挑光了 物超所值的被捡走了 就剩下可能为数不多的选项 那当然要再从里面挑到 真的CP值性价比很高的产品 那个难度一定越来越高 所以威尔老师要告诉各位 我们看每股一度跌幅超过两成 大跌 那进入到熊市标准 那台股大盘一度下跌4691点 这个不就是特卖会吗 种种的利空消息 让大家过度悲观 股价超卖 然后超跌 这就是特卖会 那最内行的人 在第一时间 掌握住特卖会的讯息 门一打开 就进去开始抢了 这个时候能抢多少尽量抢 因为抢到都是赚到 哪怕是品质不好 只要卖得够便宜 转一手都还是有差价 大家同意吗 那更不要说如果是这种 埋在商品堆当中被你挖出来的宝 CP值非常高的 这个转手可能就是倍速利润 所以特卖会开始的时候 绝对是要呢 抢时间 比速度 拼效率 那不要说 三三来迟 结果晚到了 进场 没东西可以抢了 这个时候 其实也就只能望着财富 离我们远去 那今年还没有结束 你不要说 可是都快要来到第四季 慢慢要走到年底了 我跟各位说 股市是这样子 它不需要从年初一路涨到年尾 不是每个月都在涨 才叫做有行情 股市往往就是呢 人来风之后钱来风 尤其是台股这种潜碟市场 一旦给你动起来 热起来的时候 哪怕只有三个月 它都有无限大的 获利空间 可以创造非常非常多 不可思议翻身的故事 以后有机会 我跟各位多聊一些 我以前的学生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的故事 你不要认为说 很多人在股市里面 当输家当酒了 都不知道赚钱之后 我跟各位讲 我就碰过好几个 在家投资的人 赔了好几年 只是逮到一个半月 到两个月的行情 把几年的亏损全部补回来 还大赚一桶金 这就看你怎么做而已 那其实眼前 现在对于大部分的观众朋友 投资朋友来讲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跟上八月底 然后到年底 这大概呢 还有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 你要翻转你的财富 就要把握 因为呢 没有任何的行李空 反倒接下来 美国台湾都有选举 然后越接近年底 还有法人跟集团要做账 那很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也会趁这个机会 在股市用力的冲一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盘市 老话一句 指数第二天的上涨了 那基本上呢 这个礼拜是这样子 先下后上 从礼拜一开始 三连黑的走势 那礼拜一的高点是15375 那你可以看 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上涨 那今天的高点是15337 其实距离周一的高点 已经非常接近了 所以等于这个礼拜 其实没有跌到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指数修正 那你说这两天的上涨 那指数就非常强吗 其实也没有什么涨到 等于说这个星期过去了 指数它就是在原地 但这个不动的指数 原地踏步的指数 其实它仍然是对多头 有正向的意义 因为你可以看到 符合我们的预期跟规划的就是呢 要等季线的角度越来越平 那现在季线跟越线 是不是可以说完全纠结收敛在一起了 所以再来季线 因为它快要开始往下扣底低值 这是现在季线扣底的位置 下礼拜扣到这里 九月初开始扣到这里 九月中扣到这里 季线就要准备翻扬了 那这一段时间半年线一直上下 压下来之后 它就会更靠近季线 所以接下来半年线 应该也不会费太多的时间 跟力气就能够突破 再来呢 年底之前看年线 这个方向没有改变 所以指数其实这个礼拜 就这样子混得过去了 先下后上等于原地踏步 那表示什么 表示你如果把看盘的重点放在指数 操作的重点放在全支股 那你当然会觉得这个行情 好像一般般 普普通通 不相信我们来看 八月份以来 这是台积电的走势 如果你把资金拿去买台积电 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绩效 你会觉得这个行情很棒吗 你会觉得赚钱很快乐吗 其实你会对这个行情 可能相对比较没有感觉 那或者我们看2317 鸿海 八月份就快要过去了 它也就在这个地方 或者我们看2454连发科 八月份都没涨到 2882国泰金 八月份都没有涨到 那你不要说 这些股票 可能有的人有 有的人没有 你不一定有 但我们从数据上 明显的看到什么 很多人就算不是 直接去买台积电 直接去买国泰金 在买什么 买ETF 不管是什么0050 00878 0056 006208 不管 但你要知道 这些高人气热门的ETF 都在买什么 就是这些全资股 八月份就这样过去了 你如果现在盘点完 手中现在可动用资金 就扣掉那些可能原本 已经有套牢的一些股票 那原本还能够动用的 活除的余额 本来就不多了 现在放在账户里面 大概也许剩下几百万 那大家想想看 既然所剩不多 这几百万如果你放在 台积电 鸿海 国泰金 或你去买 ETF0050 0056 那这一个月过去 别人在数 涨停 别人在赚 波段 别人在拼 趴数 可是你看着自己的股票 是在原地踏步 那这样子距离年底 当然你就会觉得 只剩四个月了 好像翻身很难 要把亏损补回来 遥不可及 这是因为方法错了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先把方向弄正确 是最重要的 那方向确定了 再来下一个步骤 也非常重要 你总要踏出双脚 开始往前进 否则看对的方向 停在原地 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的进展 所以今天一开始 先花一些时间 把整个行情的架构 跟操作的策略想法 先跟各位呢 再次提醒 是因为我希望你们 下周以后 千万不要再去浪费 9月开始到年底 这非常重要的 最后四个月的冲刺行情 方向对了 拿出浑身的力量 那么我觉得 这四个月 有无限的可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最热的族群之一 是车用 车用本来就是在一个 大多头的趋势当中 2476巨翔 持续的稳步推高 上升趋势线都没有跌破 好 那从车用的这个题材来看 目前 北美汽车的库存量是在历史低档 那中国呢 又提供了补贴政策 所以全世界最重要的两大车市 其实现在都是非常火热的 那举准了传统的汽车领组件 到电动车周边相关 以及呢 电子领组件切入到汽车领域的 所谓车电股 这些都有机会去做轮动 但你要了解就是说 很多股票 它前面已经呢 大涨了几个月了 大涨一波 那高位阶的股票 一定要弄清楚 到底这家公司 今年或明年可以赚多少钱 因为如果本益比 其实已经比 年初的时候还高 那你要小心 接下来这些股票 可能就会在高档震荡 那我不要直接去点名 告诉你说什么股票 投资朋友自己 当然你要 稍微花点心思 做点功课 那总之就是高位阶的股票 如果说它的一个 现在按照EPS 所算出来的本益比 比年初还要高 也就是说 这一波大跌股灾后 我们是要减便宜的 特卖会嘛 那如果它比年初的 本益比还高 这时候你就不要 再随便去做追价 那通常那种股票 我给各位一个 小线索好了 本益比高的股票 其实法人的嗅觉 是很灵敏的 一定会调节 所以到高档的时候 它容易爆量 那反过来你看 2476巨翔 我给各位看的是 这大概将近两个月的走势 它是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 那都没有爆量 但另外我要再给各位看的是 你时间拉长后的巨翔 其实它会是高位阶吗 不是 它不会是高位阶 它的行情也不过就从7月才开始 年限在这里 所以这个星期它才刚突破年限 所以这种股票就是低位阶 加上本益比不高 就会继续稳定的上涨 那我们再看2497一粒电 走出了中国风控的阴霾后 打出了复合式底型 季线的角度从下弯变成走平之后 突破再回撤 然后开始加速度的喷出 这已经是它近期之内 连续的涨停板了 那因为一粒电 它是在中国抬头显示器当中 市占排名第四的厂商 由此可知你知道 一粒电的营收 一定是跟中国车市息息相关 那中国因为第二季的时候 整个车市的事况被风控影响到 所以一粒电当时股价比较低迷 那我们就跟各位提到 这种股票就是像大机碗提 订单没有少 出货递延 所以前面股价一定先蹲 后面当然就要还它公道 开始喷出 所以我不是要跟各位讲说 现在你赶快去买 其实一粒电 在它最低迷的时候 我们是雪中送炭 就跟各位提示了 这种个股其实跌下来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布局机会 再来我们看到2231维森 那维森在目前 毫米波雷达当中 其实受惠于各国的法规 强制纳入标配之后 那也会带动呢 接下来的营运 会在第三季底到第四季初 开始进一步的增温 那前一段时间都还没有表态 数一个量缩 股价横盘整理的格局 到最近才开始连续的放量出来 所以代表呢 其实这个也是长时间压缩之后 大户才刚开始回补此股 开始在这里采取一个向上进货的模式 那让股价在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 非常强劲的是 几乎都是连续的红K 代表大户在这里都在进货 那也在这个星期 刚突破年限 所以这个长期的一个行情 也才刚开始 不过下周 这个2231微生的可转债会挂牌 那这边来看 如果你再等待进场的一个机会的话 我建议要先观察一下 挂牌之后可转债的一个走势跟表现 好那昨天提到还有呢 低档的车用股 那当然现在讲到低档的股票 会越来越少 那有实力补涨的 那更是呢 趋止可数 可是呢 我们就帮各位找到了一档 目前它的一个长期位阶 非常低的车用股 是哪一档个股呢 代号8XXX 广告时间过后 待会直接先拍给你看 来我们来看一下 8107大义经贸 这档个股呢 我相信很多人忽略了它 其实它跟今年非常夯的提维希 同属于大义集团 那它持有黄田12.62% 那更重要的是呢 在财报上面是采取权益法的认列 也就是说呢 黄田是基优股 黄田持续有获利 那黄田的获利 大义经贸就可以按比例 认列进它的财报 所以这个算是它的获利贡献的 金基姆之一 那另外呢 大义经贸跟敏时集团 合作切入自驾车 所使用的高阶镜头 所以最近也是一样 你看股价前面呢 量缩打底 这个现行 像不像维生 你说像不像维生 完全就是在复制这个模式 出量之后 股价开始垫高 那表示说呢 大户不是买在下面 是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推雇一下 主力大户的平均成本 那一般来说 如果配合呢 整个产业族群是往上的 通常这个主力大户 这个大概会有一个 获利目标以后 才会开始呢 去做反手的调节 另外我们拉长时间的周期来看 这是大翼的月K 那目前来看 月KD指标 黄金交叉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低档的股票 当然现在是越来越少 因为呢 这一波嘎空手的行情 有越来越多投资人 越来越多实户 大户甚至法人 大家现在呢 赶紧回头 把前面减码的资金 重新呢 找热门族群当中的 潜力股来做布局 所以你要 就要赶快把握 那像光通讯的部分 光盛今天呢 再创新高 我们透过策略 是不是能够 让资金更有 活化的效率 能够放大资金的效果 逢高 急涨出清 拉回整理之后 再做低阶买回 那今天 又喷出 再创新高 但是 乖离大的时候 这里就一样 稍微呢 短线必须停看厅 不要冲动追高 就像4977重达 昨天也跟各位提醒 不要乱追 那今天呢 又创波段新高了 不过从短期 甚至整个八月份以来看 重达真的涨幅比较大 这个位阶就偏高 所以呢 我们有讲过 要注意一下 个股未接高 前面买的大户 前面布局的法人 因为成本低 他就随时有可能会调整 所以呢 我们逢高先出清一趟 当然后续呢 看好的理由没有改变 基本面趋势 仍然是非常好的 所以会找机会 市集呢 再做价差 把它接回来 3680加登 也是一样 这一波呢 突破年限之后 带量冲高 来到292 然后留上引线之后 回挡整理 再回撤年限之后 现在反弹上来 跌三天 涨四天 没过高 接近前高 这个地方 会有解套压力 所以逢高呢 先适度的减买 调整一下部位 把一部分的获利 先确保收进口袋 同时增加 目前可运用的资金 那6113亚细 沿着上升趋势线 今天也创高 虽然留上引线 但没有爆量 没有过热 失控的风险 所以 全新一轮的股票 即将在下个月 开始启动 因为现在 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要去瞄准的是 到底什么样的股票 能够在目前 这样子的一个 大环境当中 获得下一批资金 优先的青睐 主力在想什么 法人要买什么 那将决定 9月份开始 到年底 这接下来四个月 还有哪些黑马股 可以复制涨 五成到一倍 这样子的空间 那我们已经 准备好了资金 当然也准备好了 选股清单 所以下个礼拜 任何我们所看好的标股 只要发动买讯 一旦出现 第一时间 我们就要带你 同步上车卡位 千万不要 再让自己的财富睡着 跟着我们投资 一起来放大 每一块钱的价值 最后的四个月 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 即刻起 立刻加入 股市权威的LINE 粉丝原地 任何问题 任何选股换股的问题 都欢迎直接透过 私讯来做交流 祝大家操作顺心 下周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选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事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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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